欢迎来到晨星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迪丽热巴怀孕仪式再度发酵 知情人报黄景瑜为热巴不吃猪肉 黄景瑜和迪丽热巴的恋情闹得沸沸扬扬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月9日 余季扬扬却爆出了迪丽热巴的运度照 还推测人家的孩子是鼠兔 10月左右临盆 再次把这个怀孕的话题给带了起来 不可否认 余季扬扬这次抓拍的镜头特别刁钻 一向是曼妙身材的迪丽热巴在她的镜头下 显得虎背熊腰 侧身时肚子也微微隆起了 真的很像是怀孕了 紧接着 网络上有匿名知情人 爆料迪丽热巴与黄景瑜两人的一些所谓恋爱证据 短视频平台上 某城办剧组和饭的饭店老板晒出图片 其中 于魏东市黄景瑜在片中的角色名 特别标注是 不吃猪肉 黄景瑜是汉族 按理说没有太多忌口要求 但迪丽热巴不一样 他的民族风俗就是 不吃猪肉 更不能在他面前提猪 到了黄景瑜这里 知情人认为是男方为了女方 改变自己的口味和生活习惯 按逻辑来说 似乎也是成立的 说到热巴跟黄景瑜 两人被赚恋情好几年了 但是两人都没有正面否认过 热巴去年直播左手无名 只带钻戒出镜 但是这钻戒并不是品牌方的 热巴被助理提醒后摘掉了钻戒 这个属于热巴私人物品的钻戒 也成了热巴有感情动向的疑点 不管怎样 现在热巴与黄景瑜 隐婚怀孕风波愈演愈烈 势头完全控制不住 这种情况下 作为当事人应该抓紧出面解释 就算是真的 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两人不仅般配 年龄也相同 就算结婚也会得到祝福的 张大大直播间被问迪丽热巴恋情 回应称要尊重隐私 搜狐娱乐讯日前 张大大直播连到了一个 自称是迪丽热巴粉丝的人 他问张大大 迪丽热巴是不是真怀孕了 在张大大说不清楚之后 他疯狂输出 迪丽热巴不是杨幂的艺人吗 你怎么会不知道 迪丽热巴我喜欢很久了 黄景瑜也是我带出道的 如果是要去找黄景瑜算账的 而直播间的张大大明显脸色有变 略显尴尬无措 现场网友反应有点好笑 在被问到迪丽热巴恋情相关时 张大大表示要尊重每个人的隐私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 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不吝点赞并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 打赏